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外部像寄信好了 寄信的话 Esser不能寄信 他没有这个功能 可是Outlook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 希望能够引用Outlook的功能 来帮我寄信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Esser可以寄信的话 你只要那个什么 你的某一个栏位里面有email 然后你要把什么东西寄给他 什么东西寄给他 不同的人寄不同的档案给他 而且是固定自动寄信的话 那要怎么做 可不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 那怎么做 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个 高阶的综合练习题 里面的话都有兴趣 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我大概略讲 有兴趣的同学 请自行下载这个范例档 然后它的这个程式在这里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如何可以引用 就是我们需要的Outlook物件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 假设哪像这边是串接 我如果要寄给这么多人 我需要把我的email信箱 全部串接在一起 串接完之后 第二个你可能要先的吧 电脑里面一定要先安装Outlook 如果你要寄信的话 当然它因为微软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用Outlook 有朋友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Gmail 可以啊 你把Gmail的账号设定在Outlook里面 不就OK了吗 设定的方法 这边也大概提到 你就把Outlook设定好 这些什么外器 什么SMTP这些都要设定好 还有制服器的设定可能要设定好 设定完之后呢 确定是可以寄信的 Outlook可以寄信 再来我们要怎么样用那个什么呢 用那个VBA去呼叫它 基本上 有一个市民有个范例 就是你可以用set set这个语法是说 我要建立一个外部的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把Outlook 本来它是一个程式 我要把它变成Excel里面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可以帮我寄信 那做法上关键字就是这个 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是说我要产生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 是叫做Outlook Application 意思就是说 不过前提你电脑要装Outlook 你电脑如果没有装Outlook 这一行叙述是无效的 有装那我就把Outlook 本来它是一个程式 那我不要开它 我把它怎么样 在背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有点像是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 就像说你去买一个界面卡 网络卡 你插在电脑里面 它就可以上网了 意思就是我把那个东西拿来 放在我的Excel 那所以它Create Object之后 会帮你产生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物件名称自己取的 叫Outapp 这个名称你随便取其他名称也OK 另外的话呢 利用它这个 这个物件 它就后面就有一个方法 点什么 Create Item 0的话是编号 从0开始 有点像是我把Outlook启动起来了 在背后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是Create Item 那你会开起来之后 第一件事 如果你要记信的话 不是按什么 新邮件吗 那Create Item 有点像新邮件 0的话是第一封信 它从编号0开始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Mail的物件 那利用这个物件做什么呢 你可以To To指的是你要寄给谁 那我就因为我的email 来源是在 去迟是工作表 刚好我那个工作表里面 有一个文字的一家 里面的Range 指的是我拿个储存格 B2的储存格 里面就有这些我要的email信箱 那我就怎么样 To 那CC的话呢 指的就是我要附件给谁 BCC的话呢 是我密件副本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密件副本给谁呢 给这个email信箱 这个email信箱是我的信箱 所以之前有同学回去都有练习 然后他忘了把这个删掉 他就会BCC给我 我一看原来有同学在练习这一段程式 所以如果您有练习的话 你也可以BCC给我 也可以收到 然后subject是阻止嘛 这是用VBI寄来的一个信件 body就是里面的内文 有没有 内文你也可以改一下 那另外的话有个attachment attachment意思说我的所谓的那个什么呢 我要附加档案 放在哪一个路径底下 那路径你可以一个固定的路径 或者是什么这个整个档 这个整个档案的话 整个easell的档案的话 就是activeworkbook.full name 指的就是我这个档案顺便寄给那个人 OK就可以直接这样 其他的话呢 最后加一个点send就可以了 他就帮你send出去了 那如果你要送一封信 他就送出去了 那如果你要送多封信的话 你就跑个回圈就好了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分别寄给这些这些 他就自动一直寄一直寄 所以之前有同学就真的是去这样寄 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怎么呢 就是他寄太快了 然后呢被他们公司的制服器 被怎么样 当成是那个有点像病毒 然后把它封锁了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这个有困扰 因为寄太快了 你可不可以寄一封之后 可不可以让他隔个五分钟之后再寄第二封 有没有办法 其实可以哦 如果你要让那个 就是寄信有没有 等五分钟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那个 Excel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 Application 物件 你把 Application 点 点里面的话有一个叫 Wait 他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让你等一下 所以比如说我们要插入 假设如果你要让他等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Excel 本身 点下去的话有一个方法叫 Wait 有没有 位置后面你告诉他时间就好了 OK 这样你就可以让他等一下 就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要记得那个下一行吧 或者上一行 回圈里面你放在其中一个位置就可以 但是你要需要给他 Time 有没有 如果你那个 Time 不知道加什么的话 也没有关系 记得像物件的使用 你要懂的物件名称点 里面所有的方法都会把你列出来 其实有些我都不是特别去背他 反正要用的时候我知道有个 Wait 但是我不知道后面 Time 要加什么格式 对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游标移到 Wait 之后 再按一个 F1 F1 是什么呢 就是 Call Help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官方的那个相关的什么呢 说明档帮我叫出来 反正呢 我不会没有关系 我至少可以看得懂吧 Wait 他说这边有个 Time 对不对 那这个 Time 要怎么加 他说必要的哦 必要是一定要加 那怎么加 你会发现哦 他有几种格式 这个格式是 只等到 6点 23分 不对啊 这个好像不行 因为我不可能 每天等 记忆风信要等一天之后 下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等什么 等 10 秒钟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底下 等 10 秒钟 所以你可以把这 这 2 4 5 行 贴到你要的地方去 如果你要等 10 秒钟 就是在这边加 10 那如果你要等 10 分钟呢 很简单嘛 把加 10 放在这 放在这个 Mini 的上面不就好了 如果你要等 10 个小时的话 你就把这个放在 Hour 的后面不就好了 有没有看得懂这个意思吧 这是 Hour 有没有 这个是 Mini 这个 Second 意思是说现在时间的 小时 分钟 秒数 然后最后格式化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 等到 10 秒钟之后 再做下一动作 应该可以看懂吧 OK 你就把这段程式贴到你的 VBA 里面 它就会等 10 秒钟 跑一下 10 秒钟之后 再做下一次 等 10 秒钟之后 再做下一次 应该会啦 所以以后呢 有很多程式说真的 你说我为什么会 其实我都不是刻意去记 我就知道说 其实 VBA 它有固定逻辑 我其实只是了解它的逻辑 我即便我从来没写过那部分的程式 那我还是可以把那个答案查出来 所以特别只有我刚刚这个位置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打一个 application 点位置 如果不知道怎么用 对不对 记得哦 F1 F1应该会吧 Cole Help 答案就出来 所以类似的方法还蛮多 所以以后啦 教各位这个是我自己独门的 平常会用的方法 这个书里面也不会特别讲 OK 那当然我也不怕各位学 我是怕各位学不会而已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你很多答案就是这样可以查出来 很多地方按F1 答案通通会有 这个好像前面有特别有讲过 F1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刚刚主要是放在哪 文字游戏的这个地方 呼叫Outlook物件 利用Outlook物件呢 产生一个新的邮件 并且把它寄出去 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 因为刚刚同学问的是Word Word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Outlook改成Word Word Application 然后里面的话 你可能那个Create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结构就不是 不是那个Email 而是一个Document 所以你可能那个物件名称 可能要稍微再查一下 也许我现在可能没有 手边没有范例 不过其他 我记得我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那其实也可以改一改 马上也可以用 只是说 可能还是要针对你那个资料的逻辑 去做一个变化 就可以其实做出来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当然很多事情 如果都可以一键完成 那你每天如果都 都要做那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省掉多少时间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们是放在文字游戏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云端上面还有蛮多的题目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也一样可以再找找看 或者是说 有些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那个范例讲完 或许你在YouTube上面 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有的时候应该可以找得到 之前上过的课程 你也可以拿来做 等于是了解 也许这个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像VBA 如果你要把功力提升 其实真的需要练功 这个东西其实无法避免的 你如果想要把VBA练到某一个程度 就是当然你可能要花多少时间 你一定还是要动手做 这个东西没办法用看的 一定还是要动手试试看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刚刚提到的那个 我们的检视与参照 那所以待会也许看一下 那个我们的第二题 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我们的检视与参照 我们的检视与参照